哎呦 这太潮了吧 首先这个姿势应该排除谁 应该排除史凯 因为太明显了对吧 如果史凯我觉得他会摆这种造型 我觉得史凯的脖子可能没有那么白 对 没有那么白 可能是上妆了呢 很细一点 对打了四眼霜 是 但是我觉得应该排除阿浦 阿浦不会做这种动作 是 文童也不会吧 文童也不会 我一发开去文童也得吓哭吧 我现在在脑中脑补 就文童这个头在这里是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他的表情可能会很尴尬 但是刚刚已经出现过史凯了 我觉得大概应该不是史凯 小齐呢 小齐有可能 有点像小齐 像 像吧 我们排除不是文童不是阿浦 不像文童 我觉得阿浦 阿浦这个姿势我真想象不到 配上他这张脸 阿浦这张脸放上去呢也还行 真的吗 真的也还好 也还好 文童比较不像 你猜 阿浦是吗 阿浦或小齐 阿浦或小齐 纠结一下 对 你觉得呢 我们把想象一下这个脸 它是什么表情 小齐我能想象它是在笑 阿浦的话 诶 这是咪咪 对 对 对 很具体 阿浦的话 摆裤有没有 摆裤 我觉得可能小齐 我觉得像小齐 我也觉得像小齐 但是小齐 小齐吧 可以接下来吧 3 2 1 啊 就是小齐啊 你啊什么 文童你这什么眼神 也很和谐 不是 不是 是啊 但是我感觉他这个动作有点 聊点他的表情很严肃 对 就是 诶 但是配上这个脖子 还有一些 对 他是被人强迫了吧 我以为他的 我以为他的头会向这边歪 你知道吗 这边歪 但是没想到 诶 是往这边歪 这个没有想到 这是啥时候的呀 这个确实有点难 我们第一个就排除了 对 说明最猜不透的还是文童 文童 表面和内心有一个反差 就算只剩个照片 还要骗我们 对 照片 还是 对 很懂哈